高雄一栋社会住宅 先前才传出了烟雾侦测器 因为沐浴乳太香 警报狂想 没想到近期又有住户反应说 铃声大响 这一回呢 疑似是住户烹饪煮饭的油烟所引起的 这前后仅仅四个月 警报不时扰民 吵得他们没有办法好好地休息 独发局对此回应说 将会请消防局到场会堪 火灾锦林大响 住户吓得跑出家门查看 声响之大 警示等狂想 但奇怪的是什么咽都没看到 原来不是火警 好在虚警一场 只是警报解除 警铃却解除不了 一想超过一个小时 语气中充满无奈 事发地点就在高雄这处社会住宅 上个月5号警报误响 最初一次是住户烹饪时油烟引起 但几个月前就曾发生 住户洗完澡的水蒸器触发针烟探测器 当时还被公告怀疑是沐浴乳太香 警报太敏感似乎变扰民 多数住户住进来一年多 警铃问题不堪其扰 主管机关说将与消防局会堪 做出调整 市警用的警铃可不能总是扰人气梦 更怕真有突发状况难以分辨 记者吴宗轩肖资源高雄报道